申请了 管理是谁啊 就我们前面那个标 上有个管字的或者 大家点开上面的这个 里面有个管字的就是 叫他把你拉一拉都可以 群里是啥呀 群里 在哪里上课 咱们就是 在直播间学习 学无止境 宝贝们 咱们在直播间里慢慢的学 慢慢的议会 慢慢的去就是 去懂 我和原来名字叫什么呀 来懒哥补习班开始了 懒哥开始补习 我和以前叫什么呀 我突然脑子一卡壳 我有点记不清了 谁给我打电话 我和 南城啊 南城好久不见 你改了名字我真的认不出来 咱们等一下 咱们等一下 把那个打 那打回去先 等我有一场硬仗 杰尼龟 怎么进去呢 咱们看一下上面有那个 有那个管字的 看看就是 资料一下 看看会不会就是 把你拉进去管理 会不会 会不会刚刚就是因为会不会不小心就是出了一下劲 他在就是 躺在那个床上 不小心就是被封了十分钟 我也挺好奇的 我也想打 我就问一下 杰尼龟说要一击必杀 他说要一击必杀 让我来看一看 他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 兔姐别再提醒了 我开到很小了 我都快关了 我都 兔姐别提醒了 我都快关没了 我都 我都快关了 别打了 酷酷问题吧 不行就算我同意 对面应该也不会同意应该啊对 他们在聊天没事没事怎么慢慢来不急呀一点都不急呀 对刚刚是被封了 刚刚被封了 一会 一小会 一小会 对语言没问题 这回课 啊啊啊 咱们刚刚继续刚刚那个话题啊 咱们继续 刚刚说到哪来的 刚刚说到哪了 会不会一会 他应该今天不来了吧 他今天就是被 就是被吓到了 他今天就是被那个 开门 今天开门第一 第一红被吓到了 他就是 上课 这个 慢慢来了 慢慢 不急不急 咱们的第一讲呢 就是讲到这里 就是咱们就是 大家以后可以慢慢学 哎 等一下第二课就开始了 咱们就 看一下杰尼龟啊 看杰尼龟咱们就能不能能不能就是说 说一些远文学出来啊 咱们就是啊 恭喜魂姐升到14级了 恭喜魂姐粉丝团升到14级了 哭了之后呢 哭了之后就是 及时止损 咱们就及时止损 哭了之后就及时的就是 去 结束这个 给这个文章加上一个完美的结尾 咱们就是算结束了 对 哭啊 不用哭呀 就是有些有些 比如说 做有些事情 大家其实痛病快乐着的 比如说 你在做一件 你很热爱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在这个努力的途中他会非常痛苦 但你最终会得到一个快乐 最终得到那种快乐的成就感 就非常强的 会非常容易 满足 就是心里的啊 心里的满足感 非常的强烈 是不是 宝月满 懂了吧 理解了吗 宝月满 说的对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是 不是 我 我怕我以后就是 我怕我以后就是远文学 我就有时候 就是到时候就变成一个就是 我在我有时候在认真地说鸡汤 到时候你们都能想歪一个地步 但那我就 那我就真的无法挽回了 懂了 还没懂 这希望就是我以后 我认真说鸡汤的时候哎 哎不好意思怎么回事啊 刚被封了十分钟呀不好意思呀 为什么 躺在床上直播啊 就是会不会刚刚躺在床上直播就那个 哎好严格呀 姿势不够优雅没有关系咱们喜提今年的新年第一封哎没关系没有关系 你们俩直播到现在被封了几次啊 今年还没有过 就以前我们来比一比 总共四五次是吗 嗯对 我跟胡威我跟胡威这样的我们那时候从开始直播到 自从到北京来之前我们可能总共就分 分了四五次但是我们 在搬到北京之后我们曾经一周分了四五次 一周分四次 你们在干嘛你们的直播间就是打仗吗 没有怎么可能就是 就是跟其他博主连麦啊他们就想问问题啊然后那时呢这时候呢就是我的 远文学可能还不够精明 但现在精明起来我今天就是开了 我今天开了一天的车了没有被封但是没想到在会不会那一车了 啊你今天开了一天的车了 啊对等下等下你常就是见识一下远文学的能力啊就根本不会被封 风不掉啊 远文学 啊不过我还想问一个就是你们平时就是你们发那个视频就普通的日常视频啊你们会不会限流吗 啊会啊当然会啊我们所以说我们很注意就是 他已经严格到什么地步我跟你们讲 严格到 两个男生你一个男生摸另外男生的头直接给你限流 哇我们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到就是到这个程度了 我们有一张照片 我们两个照片是这样的 对这就有这个接触就不行 有接触都不行就头靠头或者说头靠头你靠他就是或者你靠他靠在他肩上 或者你睡在他头上腿上那对就不行 太过分了 没事没事 理解就好理解就好 2022年了 没事今年会更严啊今年会更严啊宝贝注意一下今年会更严啊有可能会被 啊住校账号了住校了住校不玩了不玩了 哈哈哈哈 自己走啊 来来来来把刚才那么打完我很想知道你那个一击必杀的问题是什么呀啊 来来来 闭麦 啊我的 我闭了啊 姐妹们冲 直接换嘴脸冲 啊男生女生不会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看我们俩的视频感觉我们俩像什么 像合约情侣 其实我们不是合约情侣就是因为怕被 咔嚓 所以说我们就是尽量清水一点 这肯定要清水肯定得清水你现在发室友的标签都被封很简单 室友 好朋友 直接给你封掉 直接给你封掉 女生和女生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判定不出你是姐妹还是就是那个 只要你让别人看不出来就OK 好兄弟也会被封 一样 对男人不需要朋友 男人不需要朋友对他男人不能有朋友对 没办法大家理解一下就这样的没有办法 姐妹们 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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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分钟 姐妹们冲 姐妹们 谢谢 小文 谢谢 谢谢魂姐 谢谢魂姐 姐妹们一起冲一冲 这个音乐很土 灰灰你说这个音乐土我 立马切歌 谁发的红包呀 哟这谁发的红包呀 谢谢这位宝贝发的红包呀 姐妹们冲了还有30秒钟冲了姐妹们 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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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丹丽姐的宝世界谢谢 宝贝们 你一把把最后一把 这真是最后一把 听听完最后 谢谢石头老师谢谢 最后一把真最后一把真最后一把 谢谢 啊 我整个人呆住了啊 这么厉害 我怎么知道 我就是真没想到就是真没想到就是 就是我们家的两位哥哥就是一个家年华一个抖音一号我就人傻了最后一秒钟 来了 来了 注意听题 你们今年元旦就是 跨的很吗 跨的很吗什么意思啊 跨的很不很 小宝 小宝应该懂了 跨的很不很 就这样说有没有跨过吗 有没有一起跨过年吗 当然是跨 跨 跨了几次 跨了 就是 反正 小腿是有点软 还好 还好 我这什么东西 反正腿是软 腿是有点 我懂了就是那个我懂了就是咱们就是在 元旦的时候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练腿 然后说腿就很酸 相应该就是练一样卷 我们下腿就皮 Boo 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就是比如说像练腿的时候吗就是站那个仪器上就一直重复一个动作 状态 稍微 worker 行李呢 腿 就像小寶这种年纪轻轻的男孩子 比如说年纪轻的时候 咱们就是比如说那个作业都会很多嘛 作业量会非常非常多 就是你作为一个比他年长三岁的老师 对你作为一个比他年长三岁的老师 你能批改完他的作业吗 批得完吗 可以啊我当然可以了 那你一天批几本呢 批几本作业呢 这个看他就是 一天最多批过几本作业 两三本吧 两三本啊 那你比如说小宝他做一套卷子 他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做完一套卷子 这么有时间啊 这个真的就是 反正就是 咱们做语文卷子 咱们要做两个半小时对吧 他是属于做语文卷子 还属于做英语卷子 英语卷子只要一个半小时就能做完 差不多吧 这两个卷子就是偶尔就是会 这边就是做一下那边做一下那种感觉 懂懂懂 是的 是的是的 反正不会做那种 反正不会做那种一节课只有45分钟卷子 不会做那种一节课只有45分钟卷子 懂了 对对对 这个卷子也是有 那个题目也是由简单到慢慢的难 对吧 对对 到最后一个蹦发文采的蹦发 比如像写语文作文最后一个文采的蹦发 写完之后就一声舒畅对不对 对 最后一个问题 咱们以后就保持住这个脸不红的样子啊 对脸不红心不跳啊 最后一个问题让我想一下啊 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说呢 我怕说他就直接没了啊 嗯 嗯 小宝的 小宝不是今年才20岁吗 他应该他的那个 他的钢笔墨水多吗 啊 嗯 Drum 嗯嗯啊 集满 那钢笔的墨很多了 非常多 嗯嗯嗯 好 我懂了 你刚刚那个一击必杀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没什么一击必杀的问题了 你快问 不够必杀 那算啥呀 你快问 你问嘛 我想听一题 我对这个问题很好奇 我想学习一下 袁老师想学习一下 其实很简单 就是五岁的灰灰和五个灰灰你会选哪个 并且说出原因 五岁的灰灰和五个灰灰 那我可以选五岁的灰灰 养个儿子多好呀 但是你要等他很久 我干嘛等他 我当儿子养 从此只有亲情 没有爱情 把他当儿子养 我好 哇 我还想问一个 你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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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们 就是考试的时候嘛 就是有的人喜欢 就是坐着写卷子 就是你们都喜欢 就是说 最喜欢的 怎么写卷子呢 比如说就是一张卷子啊 我们喜欢在就是我们家那个楼上的那个房间里面知道 就是我们家那个有个很大的落地窗 一打开 楼下就是车水马龙的 我们呢就是喜欢在午后的阳光 就是拿一个小凳子放在那个那个窗台前面 然后就开始 从 卷子的最简单的题目开始写 写到后面慢慢的 开始有点难度 然后到最后的是非常的困难 哎 然后到最后一个完完整整的写完 写完之后就OK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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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尝了潜尝了潜尝了一下 潜尝了一下 好下播了下播了下播了 我上楼睡觉了 我上楼写作业去了 拜拜 其实咱们就是以后就是呃 班做邻居之后呢 就咱们再来深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 拜拜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下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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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唱歌 会下唱歌谢谢丹姐的烟花谢谢 会会 下楼唱歌坐到我旁边唱歌了会会 没有风今天给大家讲下远文学就是 非常的就是正统非常正统 我还好你看 我讲这个话 脸不红心不跳耳朵也不会红 对 灰灰 回报 让老师给大家捏走诗吧 不不不不老师不会做诗 老师做不来诗 老师 念不来诗 回报 回报 下来唱歌了回报 好不唱再见 不唱歌不唱走了再见 下播了我应该怎么说呢啊 今天 袁老师的课 到此为止 希望各位宝贝 以后大家可以就是喜欢袁老师课 大家可以点个灯牌 然后呢下次上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啊 但是下次上课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下次上课呢 指的是袁老师一个人上课啊 灰灰在旁边我不敢造次 下次呢等灰灰就是什么时候 就是一个人啊一个等远哥一个人上播的时候 就是袁老师下次开课的时候 所以说呢就是呃 就是下次灰灰要来啦 灰灰来啦 谢谢大脸毛的烟花谢谢 就是下次灰灰 这谁唱的歌 这不是我跟霍灰唱的 诶 我们来看一下霍灰以前唱的过的歌 诶 咱们来听一下啊 咱们来听一下霍灰这里有 有他以前唱过的歌诶 咱们来听一下 偷偷摸摸听一下霍灰以前唱的歌诶 诶 这哪呢本地录音没有 呃 作品 霍灰这样没有作品 上课到 诶 袁老师下次上课的时候 嗯 霍灰你下来了吗霍灰 霍灰 霍宝 那霍灰明天别来了 不听了不听了 你快去写遵音 霍宝下来给大家唱歌 再等一下 霍宝下来给大家唱歌来了 好他来了是吧 嗯 好 希望就是那些没有点宝贝 没有点灯牌的宝贝呢 还想听 袁老师上课 大家点个灯牌啊 点灯牌 霍 霍霍 你可以来了给大家唱完曲了 对 宝贝点灯牌了 期待下次上课的宝贝点灯牌啊 点灯牌啊 哎 霍老师来了 霍老师来了 霍老师来上课了 霍老师下班了 我 你下课了是吗 我下课了 袁老师下课了 我来上什么课 我是 我是 我是那个宿管男老师 姐妹们 你们的宿管男老师来了 姐妹们 我是不是这样子出现不太合适 哈哈哈 好猥琐啊 哈哈哈 我是不是太猥琐了一点点 哈哈哈 上音乐课了吗 我就每天看的很小 你可以再拉一点点 我再拉一点点 没事我就不错 不错了 对啊 香飞今天放飞自我了 我的老师 怎么谁叫我香飞 叫袁老师好吗 哈哈哈 我真的服了 我太困了 我跟你说我今天 我今天因为就是做了很多作业 我今天就是因为批改了很多作业 然后真的真的很困姐妹 我今天真的很困 谢谢丹妮姐 哈哈哈 造谣 造谣在两千多人的直播间造谣 就是会 会出问题吗 呃 晕吐了 来一楼 晕吐了晕吐了 灰宿管老师晕吐了 不行了 我真的感觉我现在看得像个铁梯 在那边就是跟大家直播 哎呦 对反光啊 要节制就是 节制不起来 就是比起以前已经节制很多了 那个各位同学嘛 就比起以前真的真的真的 刚刚吓到公主了 哈哈哈 就比起以前已经节制很多了 毕竟就是 年纪越大这种需求量越高 越讲越行 不讲了不讲了再讲不行了 姐妹不能讲了不能讲了 我再讲就是 再讲我等一下没了 哎呦我的衣服 我知道 我讲了一晚上都没被提示 你别 你别在那边 你别在那边就是 我真的我讲过 别在那边飘了 我上了一晚上课 我都没有被提示过 打字机嘛 打字机 嗯 给大家唱一首什么呢 给大家唱一首 那个 给大家唱一首 那个 给大家唱一首 在一起吧 我们上一次做卷子吗 很久之前了 不是这几天刚做的吗 嗯 确实 是 确实是这两天 哈哈哈哈 袁老师的莫多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救命 救命 我说 这不能说 袁老师觉得这个话不太行 袁老师 抱紧了 不能说袁老师的莫多 你要去说袁老师的钢笔 钢笔那个莫多 抱紧了 对 这位同学 不及格啊 我年终就给化掉这门课 再来一遍 哈哈哈哈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不好意思再来一遍 晚安 在繁星点点的夜晚 是否 你也会偶尔孤单 习惯 试惯 试得自己是这 啊 哈哈哈哈 经常用莫就少 肯定得 这钢笔就是用多了 肯定就是没莫了 得就是得装起来 得就是 就是每天写 它就越写越顺 但是就是每天写 顺的同时 它就会就是 莫越来越少 得装一下 就不能每天写 得装一下 装装两天 不是对对对对对对 得让钢笔 得吸磨 得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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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最近太累了 一直干我 和你在一起 却不敢 话说出来 那你就不在 我在 日落之前 等着你回来 不再 让你觉得孤单 我还 尹律师聊会 看看能不能脸上吧 诶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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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打PK的吗 没有 我是一个就是 我是一个情感主播 诶 我也是啊 那就好 我加你个关注好不好 我喜欢跟情感主播连PK 真的吗 谢谢 尤其是男的 行 那没事 你最后会看到很多个男的 啊 没有 很少连到情感主播 姐妹妹我跟你说 我看到这个ID 我以为他要来制裁我 我跟你说 我以为他要来制裁我 没有我也是情感主播呀 真的吗 是 那么咱们连一把吧好吧 我们现在是在打总票吧 好不好 你真的不是来问我有一些别的问题吗 嗯 我们输的就向对方提一个问题行不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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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一定输啊 不是我说就是 假如我输了我问你问我三个问题 我输了我问你三个问题 嗯可以啊 行行 没问题 特别好可以 好的 那 那 从新开始啊 嗯 好了 那我闭慢了 嗯 姐妹妹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我刚连到的时候 我以为是 就是我的名声已经传到了 就外边 然后我以为我已经就是这么有名了 我 我生怕就是什么 那个叫什么抖音安全中心来连我 哈哈哈 嗯 嗯 嗯 好 好 warum 有点 嘴 引泪 avor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